美国发布的2022年国别人权报告 涉华内容 充斥着政治谎言和意识形态偏见 年复一年的陈词滥调不知一搏 世人从美国年复一年发布人权报告中 看到的不是各国的人权问题 而是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 以及对己一套 对人一套的虚伪双标 来而不往非利益 既然美国这终于给别国找问题 我们不妨帮助各国来了解一下 美国的真实面目 3月20日中国外交部网站 发布2022年美国民主情况报告 列举大量事实和媒体专家看法 系统梳理和呈现过去一年 美国民主的真实表现 揭示美国国内民主乱象 及其在全世界都受和强加 所谓民主改造的混乱和灾难 揭入美国编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 在全世界划分民主和非民主阵营 服务冷战战略的虚伪行进 再过几天 美国将举办第二届领导人民主峰会 向各国盘点和分派民主兑现承诺 这些做法 无论是打着道义的花言巧语 还是操着利益的掩饰手段 都隐藏不住 美国将民主工具化 武器化 推行集团政治 服务自身为霸目标的真实目的 当今世界需要的 不是以民主的名义制造分裂 推行唯我独尊的单编主义 而是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 加强团结合作 坚持真正的多编主义 当今世界需要的 不是打着民主的幌子 干涉别国内政 而是践行真民主 摒弃伪民主 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 当今世界需要的 不是渲染制造对抗 却无异于携手应对 全球性挑战的民主峰会 而是多干实事 着眼解决国际社会 面临突出问题的团结大会 我们奉劝美方 立即停止对他国指手画脚 躬身自喜 纠正打着人权民主旗号 侵犯他国人权 破坏世界民主的行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